甜言蜜语是咋回事儿,有些人说起来一点味道都没有,金哥咱们说的就是这几个星座,总是有点甜言蜜语,但是味道却不同,跟着星座动军一起来看看,都有哪些星座把狮子做狮子的? 狮子做要不说呢,甜言蜜语是真的不适合你,知道为什么吗?因为狮子做的人说,甜言蜜语,是真的没有味道的节奏好呗,他们是那种实用型的,就是会做不会说的说的话会比较少,但是执行起来的能力会超级的强,要不说呢? 狮子做的人若是想要成为特别厉害的角色,那很简单,但是让他说话,特别甜,有点难摩羯做哈哈,你要是让摩羯做的人,去表现出自己爱的感觉,不好意思,真的不要了啦,因为你会笑喷的, 这个人不是那种懂得表现,甜言蜜语,或者是超级暖的感觉,要是说你想要说什么直接表现出来,摩羯做肯定可以很漂亮的把事做到,这就是摩羯做,甜蜜不会,但是实在的做事,是会得鸡牛做鸡牛做化身暖男, 存在是存在,估计是你不会愿意看的,因为暖男的程度,就像是你们所看到的欲哭不能,就是表达起来并不是那种真的暖人的感觉,你一定能够感觉到其中的即视感,挨羯牛做的人就是疼惜起人,来完全就是没say的程度,是不是,但是人家话身暖男,说话极甜,而没有感觉声明,闻,星座动军人创,未经允许请勿专载,如若抄袭, 发现必究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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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